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是再見無悲 先講講港股情況 港股維持英俊,全日反覆向好 曾經穿過27,88點水平 最後全日升幅稍稍收窄,升210點 收27,789點,成交916億 今天的市場能夠大幅向好 港交所記一功,升2.6% 原因是有消息說阿里巴巴或重磅科技股 會來香港第二上市,而且還是好事近 加上其他內地金融股,今天都是維持英俊表現 其中包括公行有1.6%進漲 大眾市今天反覆上升210點 港股吳京吳角都由低位升了4天 美股更加厲害,道指升了6天 納指和標指都升了5天 連串上升,累積升幅很大 加上市場人士普遍認為,特別是在講美股 累積升幅又多,股值又不便宜 經歷數據就是很壞參半 中美局勢仍然都頗為緊張 究竟市場能否再升呢 我就從以下幾方面跟大家分析一下 看看會不會向上走高呢,或是回軟呢 第一方面就是看回最重要的,都是利率方面 就是對美國減息預期最新的發展會不會有變呢 因為金鑽的升浪普遍認為,剛才所說的原因 估值不算便宜,經濟數據就有些好有些不好 尤其上星期五的數據不太好 當然你可以解釋為對減息有利 總而言經濟形勢一般,所以支撐的市場上升 普遍都相信或者認為,都是美國減息的預期是支撐著的 現在普遍預期就是6月不減都7月減的了 而且減可能一減減50點指 有些還說要一減減75點指才夠強 才夠有震撼力 接著就9月12月後可能再減 總之現在越減越多 這個預期就支撐著美股上升 以至全世界股市都普遍向好一點點 雖然升得來成交不多 內地的說法叫縮量上升 只是成交是一般的,但不斷升升 現在究竟會否有變呢 這個息口預期 一方面留意一下,特朗普的言論 會否令大家擔心聯儲局說得多 反而就不敢減得那麼多 原因就是今天特朗普又發炮鬧聯儲局 就說聯儲局裡面很多都不是格杰拉 之前不聽他說的 犯了很大的錯誤 之前加息加太多了 即使現在其實 鮑威爾其實大家覺得是貴貴地帶的 仍然要這樣猛烈開炮鬧 會不會令大家反之言 倒過來想,這樣搞法 鮑威爾會不會為了彰顯自己 還有一點點獨立性呢 接下來呢 在息口方面沒有什麼呢 沒有那麼進取呢 這是第一個留意的 第二個呢 已經開始有些大行出來唱反調 雖然剛才說過了 現在預期越減越多 一次過不只減25 還要減到50,甚至75 但是大行高盛出來唱反調 他就說 預期今年呢 美國聯儲局可能利率是不會有變化 那這次不減息 完全說 這個呢 暫時就不是市場的主流 但是開始有些聲音說 可能大家就想多了會不會 因為大家講講 上個星期鮑威爾說的說法 其實都沒有直接說的減息計 就是這樣 總結來說 看看會不會變化 會不會變化其中的因素 就視乎美國經濟數據 今個星期中就會出CPI 即是消費物價指數 這個如果 嘩 試拍衝上去 當然就會令到情況有變 第二個呢 就是週五的零售銷售 顯示美國經濟的增長情況 這個一般被視為很重磅的數據 可能就是僅次於就業數據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這個息口預期會不會變化 第二個要留意就是中美的情況 雖然市場人士就說 好像這幾天就沒有罵得那麼厲害 但是呢 都不是的 其實都很繁複的 至少今天特朗普 又說一些東西出來 又有些威嚇性 他就說如果威嚇了 如果呢 中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 在G20 即是接下來 絕底了 沒有跟他見面 沒有見面 當然說談不妥 他就會呢 6千億的中國產品 就馬上加了25%的關稅 而且呢 不止25% 你說說說 遠比25%高 說得越講越離譜 即使其實都沒有6千億那麼多 嘩 那個數額增加了 嘩 加關稅幅度 又無端端增加了 嘩 可能會增加上去 越講越厲害 就說呢 中國呢 都要什麼的了 都會跟我談一談的了 因為呢 中國呢 很需要跟我達成協議 比我更加需要 總之呢 現在特朗普呢 就態度仍然強硬 他這樣說 會不會反而弄巧反絕呢 大家要留意著呢 中國政府有什麼反應呢 初步就對特朗普這番言論 就沒有正式反應的 究竟越底會怎樣呢 都要大家拭目以待 暫時未知的情況 第三個要留意呢 就講一下技術面方面 技術面 就看看 首先 回到點題的幾個字 再見墓碑 今次再見墓碑呢 就是杜瓊斯高原平均指數了 連勝六日的了 走勢就很厲害的 不過昨天呢 他出現呢 那個一鳴竹走勢呢 就厲害得來有點隱憂 因為墓碑嘛 墓碑呢 就之前我節目也提過一下的 就是呢 主要呢 就是很長的手 這個竹身很小的 甚至乎呢 就一字 一字型 比一字型多一點 都 都當一個不是 十分標準的墓碑 但都可以當是 這樣的情況之下 顯示他由高位 明顯回軟 昨天高位呢 是見過26210 就是由高位回軟 850點 好像初步呢 有少少回軟 所以大家留意著呢 連勝六日的導致 會不會出現明顯的回軟 甚至乎會 技術上會轉弱 怎麼看呢 就是看五十天線 能不能夠守得回 大概兩萬六千點左右 好現在五十天線 穿了去嘛 本來穿了 就是阻力就變成支持 所以二萬五十天線呢 是支持的 現在變成了 大概呢 二萬六千點 以至呢 這個前浪頂的 都是阻力變成支持的 現在大概呢 兩萬五千九百五十點左右 大家留意著這個情況 第二個 都要看一下 上升之數 最近很厲害的 但能不能夠進一步做好呢 都是對港股影響很大 怎麼看能不能夠進一步做好呢 就是看這個 就是這個橫行區的頂部 是二千九百五十點左右 不遠的 留意著 至於國企指數 就看著二百五十天線 今天呢 就報10871 如果穿到呢 就顯示國企指數 都是帥仔 如果配合 那麼恆生指數呢 當然呢 有機會再上 否則呢 就 小心點 那 指恆生指數 怎麼看呢 看著二百五十天線 今天第一天突破的 今天呢 二七七四七 今天第一天突破 連破兩天呢 就確認真的突破了 所以明天呢 的走勢 就很關鍵了 看著二百五十天線 會不會呢 穿了之後 就落了走 成為假突破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呢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